圣德高僧们对提问答案的纲要 第一道纲要 莫知尊者亲自答复对他的六个提问 一、他不是大圣的地位 二、他没有证到金寇三段道琴 没有证到不退地菩萨 三、他为弟子灌不了内秘顶 但能做戒灌内秘顶 四、他不收弟子 五、千年难见的增佛法现前 录像带中修灼火烧伤高僧大德门 是他用的功夫 六、当天是有一个活佛名称的凡夫 怕烧伤丢脸 吓得不敢入常 第二道纲要 灌内秘顶必须通过两个关 缺一关都不可 灌顶师同意只是过了第一关 可是一当对内秘灌顶师有疑心或说假话 就犯根本戒了 佛菩萨本尊就不同意通过第二关为你灌顶传法 哪怕就是勉强灌了顶 也不会有任何受用 第三道纲要 内秘灌顶的作用是请佛菩萨来谈场接收弟子 必须是非常虔诚并为佛形事业做了真实贡献的人 才能合格受灌 如果是尽了最虔诚供养俱圣的 则可受到本尊法源依品灌顶或至宝甘露灭障 在12小时之内 请见虚空佛菩萨 学到至高大法 当下转凡成圣 并举出一名大家见到的实证例子 详见第三道答案的全文内容 第四道纲要 指出这世界上最好的修行修法 百分之百是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说的修行和修法 如解脱大手印的行和法 学羌佛的法 已经度脱的有名有姓的高身大德很多 无人能比 这就是对你的成就解脱的保证 第五道纲要 表明了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的观点 是各宗各派平等 各有所设 重点是诸二莫作 众善奉行 依教行持 有了大悲善业本质 才能学到大佛法 快捷成就 但圣德们为什么强调内密的法规 为了行人们防止邪师骗死 这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唯一只有内密观点 才能让佛弟子及时与佛菩萨本尊通达 如果是进行圣音种子观点 当下见虚空佛菩萨 并从此随时能进入圣境世界 第六道纲要 凡事如来正法门中 都会出现叛徒 因为正法的宗旨 是利益众生 度生成圣 不准邪恶骗人 这就不符合邪师骗子 传假佛法 骗财骗色的目的了 由于正法挡了骗子们的彩色之路 他们当然的视之为对立 所以必然为了走自己的诈骗之路 唯一极有选择叛变 第七道纲要 进行灌顶与进行加持 从现象上看 如开顶 如限量大圆满的出镜都类似 其实完全是不同的性质 灌顶是佛菩萨亲自接收弟子 而加持是佛菩萨只做加持 并没有接收弟子 另外有人把自己 接受巨盛德加持的显像 在弟子面前冒充是受得灌顶 甚至更缺德去欺骗弟子 含魂说成是他的道行法力 这类人非常之多 都是凡夫加骗子 具体请咨询总部辩知 第八道纲要 有为师之人把自己 接受大圣师的灌顶或加持 偷梁放出来冒称 他能为弟子灌内密顶 注意 凡是受过内密灌顶 必须要有一条度量金刚绳 没有这个信物 可能只是内密加持 或者根本就是骗人的 谁是什么资格 请咨询总部 假不了有案记载 第九道纲要 何谓上金刚三楚 三楚即是地楚 六十岁左右 一百七十斤左右的人 单手上两百磅重地楚 天楚一百一十磅重 法楚攒内力 天地楚是体力和身体健康的验证 体重在一百七十斤 五十岁左右 上共地楚两百一十磅 四十岁左右 上共两百二十磅 三十岁左右 上共两百三十磅 二十岁左右 上共两百四十磅 如果体重超过一百七十斤 每超一斤 体重加重重量一斤 为何上金刚三楚 和宋菩萨一表 是内密坛场必须的严格法规 请看原文 第十道纲要 内密坛场在建堂师 元集三年三个月 就会成为普通坛场 不再有任何内密作用了 但符合法规的正法佛堂 不受时间限制 第十一道纲要 示范上金刚三楚的是一位大活佛 我们无权告知其法号 他是美极活佛 那么第三十多节昌佛 是否收过泰国那个人做弟子 请见原文答复 第十二道纲要 能做戒惯内密的丧师 必须具三大条件 缺一不可 三段金寇圣德 做不了本尊法云灌顶 只能做真正内密灌顶 可是必须要再上了金刚三楚 完成菩萨一表的真正内密坛场 才做内密灌顶 否则弟子修法不会有受用 第十三道纲要 要成就解脱 要经过三大二生起劫 三十八亿四千万年 还要广修六度万行 唯一只有内密灌顶 才能七世或三世或今生成就 乃至学到鼎圣之法 可当下的成就 南摩第三世多节昌佛说了 无论任何人 只要按照他教的行 合法去实修 极深可成就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听说 哪里有真正的内密坛场 旺杂上尊去年已宣布 今年之内 要在美国建立一个符合 两大法规的真正内密坛场 第十四道纲要 你们问南摩第三世多节昌佛有内密坛场吗 答案是从来没有 既然是佛陀还需要内密坛场吗 佛陀所在传法之处 旧地即是圣意西地的内密坛场 第十五道纲要 正道经扣才是真正的尊者 三段经扣还没十足的把握 能送菩萨依表 必须是三段经扣以上 才确保能完成送菩萨依表 至于不同的人考到相同等级的蓝扣段位 但成就道行完全不同 详见圣德高僧们的答案 纲要和原文书中的原文答案 有关问到某人修的大碑观音加持法 是正法传承还是颇寻魔王子孙的传承 请咨询世界佛教总部 否则接受加持者 亦当走错 会美运痛苦 第十六道纲要 为何有人要反对内密谈场的法规呢 因为反反对之人必然都是假圣者 真骗子 没有道行建立得了内密谈场 他们惯的是假内密鼎 他们恨透了真伏法的法规 如果不在发现的当下立刻反对 自己就在弟子面前暴露出 一贯用来骗人的假内密鼎了 这就无法遮盖自己的骗子本质了 详见原文答复 第十七道纲要 魔术大师能用各种灯光化学 能照地震等 能把飞机汽车消失 但没有本事把弟子写好的纸化红 送菩萨一表 必须是俱圣的菩萨的丧师才能做到 送表是当着众人不用火烧 虚空菩萨会到场取表化红飞去 化表是用火烧表 哪一个人都会烧 第十八道纲要 经扣一段或二段的成就 仍有退到危险 见第十八道答案的原文有实力说明 第十九道纲要 传承戒罐内密至少要有三位受罐弟子 灌顶时的度量金刚绳 会根据人数切成段和金刚丸打成粉 一并分发给被受罐人 单人接受的内密灌顶 会有一条一丈五尺到三丈长的度量金刚绳 受罐弟子如果没有一条度量金刚绳 就不是接受真正的内密灌顶 灌顶时与受罐弟子间之距离 即是度量金刚绳的长度 不得少于五米 持神者所持的是假神 真神请咨询总部 第二十道纲要 金刚丸虽然坚硬很小 但内部却是金刚弹场 内密本尊进入后 该丸会变大小高矮 会跳宾姿体操舞显神殿 第二十一道纲要 南摩昌佛从来没有收过供养 能不能学到佛法 关键在真实的虔诚心 发假愿的人本尊菩萨不认可 教了他的法也不会成就 有人霸占南摩昌佛法必生 佛形事业的滋量三十年 南摩昌佛没有向他要过回报 这么大的事 却在南摩昌佛的身心上 似乎没有发生过 另外只能做戒惯内密的圣德 不是不退地菩萨 有可能退道 第二十二道纲要 佛陀三十二相眉间白毫 不具姻缘 即对佛菩萨打妄语 不真传 自私心 破纵戒 心地不散 妖人邪魅王亮 不真心学佛的人 是看不到的 去年十二月 南摩第三世多杰昌佛 现了佛陀真荣相貌 在同场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 亲眼见到 个人所见不同 有人只看到脸红透润 例如红珊瑚 而有人看到 却是如太阳 放强烈光芒照射 真不开眼 而眉间白毫 神意变化不一 也有人在当下几分钟内 见到南摩昌佛 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像 却也有人什么也没有见到 佛陀的三十二相 并非固定的 随类映画因缘不同 所见不一 第二十三道 不犯甘露灌顶 不犯甘露护持受咒戒 受长一百二十五岁 十二年成就解脱 正全之虐盘境 三菩提甘露灌顶 二十年成就解脱 受长一百二十五岁 不犯甘露护持受咒戒 犯戒十五日内 必须真诚忏悔改过 否则流失无效 四菩提甘露目撒罐 只有百分之五的效果 五菩露丸只有百分之二的效果 第二十四道 能隔时剑坛和先知寓言 就是真正的不退地俱胜 具备诵菩萨衣表的道行 第二十五道 两码空行法 是初级阶段的圣法 还建立不了内密坛场 必须要到三段经扣以上才行 那么枪佛说法的修行才是根本 想学两码空行法的人 去求另外的大圣得罢 第二十六道纲要 莲花金扣莫之尊者 尚建立不了内密坛场 只能做戒罐 你们提到的那些知名人物 还在揽扣阶段 完全不具见内密坛场的道行 也做不了内密罐顶 第二十七道纲要 教人的师长自己必须深入经教 学懂教理法义 否则必然斜见带人入邪门 堕恶道 因为是佛门中的为假上师 佛法外行 第二十八道纲要 尊称并不是尊者 金扣才是尊者 莲花扣尊者是尊者 三段金扣是上尊 尊者之上大菩萨之意 再高的蓝扣都还没有达到阿罗汉的道力 不是圣德 只能传贯内密 戒贯不了内密 金扣一段以上未到三段的圣德 只能戒贯内密 不能只贯内密点 极少数的圣人隐姓埋名 不考断位 但这种人一定要有圣正量 是绝对大慈大悲 百分之百有五名中的几名 而且没有落入一百二十八条之见 否则也不是圣者 第二十九道 纲要 世俗法行是未经责觉或责觉后 本尊没有到场认可的法和行 圣意法行是佛菩萨责觉认可的 佛菩萨只对圣意法行负责 凡是圣意法行 一句话都不能改动 否则当下成为世俗法行 乃至成为邪法 第三十道纲要 为何必须再符合两大法规的内密坛场 才能做内密灌顶 原因是为了服务保护学佛修行人 防止邪师骗子诈骗学人 无论多狡猾的邪师骗子 都上不了金刚三楚 即完成不了诵菩萨仪表 因此不具道行建立不了内密坛场 唯一只有真正的大圣德 大菩萨才建立得了内密坛场 而且要在内密坛场灌得内密顶 受惯人才能修得起受用 第三十一道纲要 送菩萨仪表是根据表中设定的内容 造请至少是不退地菩萨来现场当着众人取表 主法大圣师当场当着众人 把在远处大家面前的表化红飞空而去 表被取走了 这说明内容已被接收 这就是正确的 如果表没有被大菩萨取走 说明佛菩萨不认可 这就是不正确或邪恶的 第三十二道纲要 普通佛堂不是正法佛堂 正法佛堂并不是内密坛场 正法佛堂要有受过内密灌顶的建堂师才能建立 建堂师不能破戒 破了戒建堂师就会失掉建堂道立 但不影响之前所建的佛堂 建堂师必须持有受内密灌顶的三色金刚神 内密坛场必须是俱圣德大圣德才能建立 目前没有内密坛场 所以传不了建堂法 第三十三道纲要 总部实行考试的目的 是为了帮助大家看清真假善恶 以免上当受骗 为假之师会有以下的行为 一 打着自己是大圣者 大菩萨的牌子行骗 二 让弟子发誓诅咒效忠不便 不准令根踏师 三 严重违背释迦佛陀教界 编假佛法 假刻板 惨害信徒 勤受般苍读 四 亦凡充胜 无道无德 乱伦 骗共养 五 经教考试中成了经教外行 错误连篇 须吹自己有圣证量内功 实则体力衰竭病壳 纯属经教修行法义的外行 六 无边乱说开示 外道断灭见 遗害欺骗残毒广阔 第三十四道纲要 南无第三十多节腔佛 是佛史上唯一被世界各大宗派理秀 大活佛们认证的佛陀 不是主师派别某一宗派的教法 也不是密圣 大圣 小圣的独有一圣教法 对所有佛教的各圣各宗各派一律平等 是与世交牟尼佛教理同流体系纯正的佛教佛法 第三十五道纲要 行人都要用一百二十八条之鉴 去印证三段经扣以下 不包括三段的为师之人 功德有多少高低的不同 供养佛佛法师寺庙与供养师家佛陀的功德 不能相提并论 天差地别 在布达佩斯的乳童具有特大圣因缘 捧杀供养南摩羌佛 其纯净心形功德绝对无量 南摩第三十多节羌佛的无私自迁圣洁 甚至自己发明的法毕生被人霸占私吞三十年 都没有一句怨言 不畏名利无私无贪 除此之外 南摩羌佛的五名高度 佛将甘露 及佛陀特有的三十二项 都证明了南摩第三十多节羌佛 就是铁证如山的佛陀 其善业和圣基的事迹 实力多到几本书都写不完 正在整理中 如果你是真正查清详细的内容 请结合圣德高生们的答案 纲要和原文书中 每一道答案的原文研读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2018年4月20日